牛筋草是个宝,它的用处真不少,朋友们大家好,最近天气太热有点上火,所以就去路边拔一些牛筋草回来煮水喝,生活在农村的小伙伴们对这种植物不会陌生吧。喜欢植物类视频的朋友们,请加个关注吧,谢谢大家支持。 牛筋草的别名,千千踏、千人拔、牛盾草、罗掌草、野鸡爪等,是被子植物门单字叶植物钢一年生草本,形态特征,牛筋草根系极发达,敢从生,既不倾斜,高10至90厘米,叶翘两侧压扁而聚集,碎状花絮两至七个只状着生鱼杆顶,种子主要借助锋利,动物或人的移动来传播。 牛筋草,对土壤要求不高,因此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,多生长在荒芜之地和道路旁。 主要价值 一、饲料价值,牛筋草之夜丰富,生命力顽强,被动物啃食后还能继续生长,能发新芽。 因此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鸭、兔子、鱼等一般都喜欢吃这种杂草,还可以将牛筋草筛干切碎,当作动物们的跃动饲料。 二、固土价值 牛筋草的根系十分发达,因此是很好的饱土固土植物。 对于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或者山区,都可种植牛筋草来固土,固低,防止山体滑坡。 三、药用价值 在本草纲目和其他很多医书中都有记载,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,在古代就被广泛使用。 记得小时候,邻居家有位老人,每逢阴雨天,腿总是会疼,就看到邻居采一些牛筋草,除睡给老人喝。 好了朋友们,牛筋草就介绍到这里。 更多植物介绍持续更新中,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。